校服女亂貼貼紙 作入貨櫃綁手飛禮 03年飛禮一個16歲的少女 被判入小南8個月 35歲的文言謝少明 聲稱初為人婦壓力暴暴 1月時拍到一個11歲的小六女 在輕鐵站到亂貼貼紙 之後跟對方說要調查 校服女以為她是警察 就根據天水為一個臨時貨櫃辦公室 但去到是被綁手 校服女反抗要女徑手衫 但她沒有理到 網紅要一分鐘 還綁著左手 摸下底一分鐘才縮綁 後來先帶校服女回家附近 吩咐不准告訴人 和要丟掉校服 校服女最終告訴媽媽要報警 警方查到謝少明 即是臨時貨櫃辦公室的員工 她第二天自首 昨天承認非禮罪 律師求情說 已婚有個歲紀仔的謝少明 十年前犯案之後 努力重回正軌 今次只是一時衝動 承諾不會再犯 願意接受輔導 法官先索取她背景和心理等報告 還押到下個月十七號判刑 呃 呃 感谢观看